灵侯跟着太白金星来到灵霄宝殿后 上蹿下跳 到处戏耍 见着玉帝也不行跪拜之礼 托他天王见状后指着灵侯怒道 然而灵侯并没有理会 还好这时 太白金星为他向玉帝说明原本 玉帝得知灵侯不懂人情事故 便免去了他跪拜之礼 随后又让文曲行查看官职缺额 灵侯听风后疑惑地问道 为了让灵侯安心待在天庭 太白金星又开始忽悠灵侯 被忽悠后的灵侯 满意地接受了这份官职 就这样灵侯至此正式进入了天庭的编制 但喜欢自由的灵侯 怎么会受得了别人的管束呢 这天灵侯来灵马间 看着那些灵马被缰绳束缚自由 很是不解 于是他遗喜之下 解脱缰绳 释放了所有天马 开始散养这群天马 之后的日子 灵侯通过自己的散养方式 利用法术不云降雨 为天马洗澡疏毛 把马群养得精壮无比 然而另一边的玉帝可就不开心了 他觉得灵侯的日子过得太逍遥自在了 为了不让灵侯过得安生 于是玉帝叫上马天君前去 故意刁难灵侯 不久后马天君来到御马间 看着被散养的马 马天君大声怒道 该死 该死 是谁打天马给放了 你是什么人 敢来这里放肆 大胆猴头 玉帝派你管马 你竟敢把天马放 要是缺少一匹马 小心你的脑袋 你是什么东西 敢来管你死爷爷 我 玉帝的钦差 是专管你这猴头的 你还不乖乖的付款 住口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海派个人来管我 在明白这一切 只不过是玉帝故意设下的局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后 灵侯脱下官袍 用如意金箍棒 砸毁了玉马间 跑回了花果山 并且自封齐天大圣 玉帝得知灵侯的所作所为后 勃然大怒 为了树里天庭的天威 玉帝派往拖塔天王率领士万天兵天将 前往花果山围剿灵侯 玉帝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